习近平北上重提四个字,大陆民间恐慌情绪蔓延,日前习近平赴黑龙将考察期间重提中共过去经济乐道的口号自力更生,引发各方关注,有美媒分析,说,每次中共官方提出自力更生,都意味着正面临时机的困难而目前正值贸易战加剧,使得大陆民间恐慌情绪蔓延。 广告,根据中共官媒9月29日报道习近平25日抵达黑龙江省考察连续四天内走访包括农业及制造业重点企业,并要求各地从粮食保障到制造业要走自己自足。 自力更生的道路央视9月28日晚的新闻联播,在长达25分钟的习近平东北支航中,自力更生成为关键词。 习近平说北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努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 目前粮食要靠自己实体经济要靠自己制造业要靠自己习海坦颜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关键技术越来越难以获得逼着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自由亚洲9月29日报道说据统计中共过去提及自力更生的口号,分别是在1941年的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其后是大饥荒时期的1960年,以及文革末期的1975年报道说。 虽然年份不同,但其中的一个共同点都是中共遇到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困难,并且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状态报道,引述上海资深财经界人士方先生的话认为习近平重提自力更生,主要原因是中美贸易战开打原来可以轻易获得的好处,没有了没有外部的资源了。 经济状况逐渐恶化了所以只能自己自足,那也就是国家被迫改变目前的外向型经济模式。 方先生说,目前经济方面的高层人士,即使只是从个人和家庭命运的角度来看,都对目前的局势比较忧虑,更麻烦,的是这种恐慌。 是普遍性的方先生说,前几天跟一个跨国公司总经理聊过这事,他担心那不是国家命运而是他个人命运,一个人白手起家混到中产阶级脱家带口的压力本来很大了,官方突然重提自力更生,让人感到前途渺茫。 这种恐慌情绪就上来了,网络上广为流传商界名人格龙,在长江商学院的讲稿作者讲述,他请名下合计超过40家上市公司的商界学员就焦虑与恐慌名词进行选择,发现绝大多数人选的是恐慌。 而7个月,前多数人选的是焦虑时隔7个月已是沧海桑田,而9月16日,中共副总理刘鹤辉下定级智囊团50人论坛举行座谈会,大多数专家对中共高层提出罕见批评指中共改革开放不到位不是进一步深化改革,而是走回头路也显示出体制内部的不安。 有学者评论,说中共官学商的头面人物,目前对现状是恐惧,而不再是焦虑,而中国国内蔓延的恐慌情绪似乎都与贸易战加剧有关。 在国际上中共过去长期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如今,已经引起发达国家的普遍不满。 美国联合日欧等盟友,围堵北京的战略,也已见成效,中国国内经济也因贸易战,陷入重重危机种种迹象显示当局正在全面加强控制社会,包括强力收紧言论,重体马列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以防经济危局,引发意识形态崩盘。 同时当局大举印钞释放资金,加紧收编控制民企摧毁屁兔屁产业,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破产蜡账,显示了试图通过牺牲14亿民众利益。 以对抗贸易战的决心日前,北京发表白皮书回应,第三轮中美关税战已禁止美建防港,对抗美国制裁中共军头。 李尚福有港媒说北京可能做好了和美国摊牌的准备,也有分析认为北京陷于被动贸易战策略只能是防守反击,不会主动刺激美国。